2020南投灯会已经在南若县会展中心胜打开幕了 县长林明珍率领贵宾点灯 并且观赏了首场水舞的精彩演出 县长也发送鼠年造型小提灯 吸引大批民众排队来领取 而县长更预告今年的同梁火龙会有五个场次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南投灯会赏花灯看表演 2020南投灯会旋转乾坤 哇哦 饭彩水舞妖座展览光之花海五大吉平 县长林明珍带领所有贵宾一起替主灯点灯 象征2020南投灯会正式展开 南投灯会今年除了多元灯区 还有夜间也能欣赏的花海 而往年的水舞还加上无人机表演 春节期间更有五场重庆同梁火龙演出等特色元素 渴望能创造一波波的赏灯热潮 我们都用现在新的科技来创造地毯式的一个光的环境 大家来看了以后你一定会觉得 跟科技也一定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这样更创新的特色 那么今年因为我们大陆的灯区就很少了 那么我们今年就再邀请我们宗教的活光山 还有易经大学他们来设置这个灯会都非常漂亮 另外我们今年在2月3号还有7号8号 总共有五场的通梁火龙 南投县政府资源虽然很有限 但这五年来仍将灯会办得很成功 除了县府开源节流 很大的原因还有靠着南杆工业区 不少在地企业的赞助与帮忙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台数科集团的中头有线电视 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南投县的灯会点灯仪式 那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5G的时代 那所有速度都要加快 那我们台数科在现场提供的所有的这个 免费的无线的Wi-Fi 让大家能够一边欣赏我们美丽的这个灯 灯的这个表演 那也可以把很漂亮的景象呢 立即用我们的Wi-Fi呢 传给所有的朋友来欣赏 来到今年灯会 游客白天可以看花海 前述彩绘彩 雕塑主题展 晚上还能享受浪漫灯景 水舞 浪漫情人桥 与夜观花海 童梁火龙等等 活动一直到2月9日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接着重新闹线采访报道